哈喽大家好,我是梦兰,根据往年的情况,到了6月,气温会明显升高,尽管门戈华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,但是无论如何,不用再担心菜苗会受到冷害了,就是说还没有移栽的苗,都可以移栽了。 我们这里6月平均气温是12-20度,土壤温度稳定的高于10度了。这样的温度非常适合植物生长,西红柿、辣椒之类,就不需要小拱棚了。 其他瓜果类,比如苦瓜、甜瓜等,可以不再使用拱棚保暖,但是对这些喜热的瓜果蔬菜来说,如果继续使用拱棚一段时间的话,可以更好的开花结果。 那么,6月可以种些什么菜呢?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,12种我们华人普遍喜欢的,适合6月种植的菜。 第一种,地瓜和地瓜叶。地瓜和地瓜叶虽然都是同一种植物长出来的,但是品种还是有差异的。 商店里卖的地瓜叶,是专门吃叶子的地瓜长出来的。 取得地瓜叶像苗非常容易,直接拿买来的地瓜叶培育就好了。 把上面的大叶子摘掉,留下茎杆,就可以把处理好的这些茎杆插在水杯里,过几天就生根了。 到了6月初,把这些小苗种在土壤里就可以了。 想种地瓜的话,就选一个地瓜放进水杯,几天就可以生根发芽。 把这些小芽拔下来,种在土壤里就可以了。 地瓜的藤蔓生长速度特别快,准备吃叶子的话,需要及时采收。 藤蔓长到60厘米的时候,就可以开始不断地采收了。 摘下来之后,会有更多分支长出来。 只要合理采摘,对地瓜影响可以很小。 我培育的地瓜苗比较多,菜地里种不下,就把剩下的种在种植袋里了。 怎么种都可以获得很多地瓜叶。 第二种秋葵。 秋葵喜欢温暖气候,喜欢深厚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。 温哥华6月的温度,对秋葵来说还是比较适合的。 找个晴天,直接把秋葵小苗移栽到菜地里就好了。 秋葵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开花。 开花第二天,就可以看到小小的果实,一周就可以采收了。 别忘了把秋葵下面的叶子和侧枝打掉,这样不浪费营养,而且可以通风透气,避免冰虫害。 秋葵可以从夏季一直采收到秋季,连续采收两三个月。 秋葵耐热能力强,生长适宜温度为25-30摄氏度。 秋葵还特别耐旱,即便是偶尔忘了浇水,也不会马上出问题,特别容易打理。 第三种黄瓜。 6月移栽黄瓜,就可以不加盖小拱棚了。 至于各种瓜是否需要压慢, 我完全是根据移栽的时候苗有多长来决定。 咱们自己种菜,更多是种着开心,怎么简单怎么来。 这里土壤非常肥沃,其实怎么种都会结很多果实。 我这些苗移栽的时候已经很长了,就把藤蔓原地盘绕了一圈。 黄瓜也是需要搭架子的,我先给小苗插上一根竹竿,把藤蔓扶到竹竿上。 第四种苦瓜。 我很喜欢苦瓜,因为苦瓜长得很精致,漂亮。 苦瓜非常容易打理,基本上没有什么病虫害。 如果5月你还没有移栽苦瓜,可以6月初移栽到户外。 我是5月中旬移栽的,因为小花盆已经长不下了。 正好有个闲置的大桶,我就拿来种苦瓜。 因为苦瓜植株比较纤细,我就把两棵苗种在一起了,一共种了8棵,正好就种在桶的四个脚上。 移栽的时候,我给这些苦瓜苗压慢了,大概埋到土壤里的藤蔓长度有50厘米。 这样做可以让苦瓜的根系更发达。 等这些苗再长高一些,就需要搭架子了。 给它们搭个结实的架子,让藤蔓爬上去,可以获得充足的阳光。 今年的5月,天气比较异常,当时的温度对苦瓜来说太低了,即便是不受冷害,也会长得很慢。 我就用透明塑料布把它们保护起来了。 苦瓜要想种的简单,可以不整枝打岔,照样会结很多苦瓜。 当然,不结瓜的侧枝最好还是打掉,而且摘果瓜的空枝条也是多余的。 只要水、肥控制好,苦瓜高肠很容易。 第五种丝瓜。 5月还没有移栽丝瓜的话,可以6月初移栽。 还是压蔓的问题,比较讲究的方法是,压蔓两次。 第一次是在苗长35厘米的时候,第二次是藤蔓长到70厘米的时候。 这里我就不想压蔓了,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培土。 培土也可以让更多藤蔓生根,增加根系强度。 我把这些小苗种在这个大桶里,种在比较深的位置。 过一段时间,等小苗长高一些,就再往大桶里添加一些土壤,把长出来的茎杆埋起来。 我准备了一些竹竿,等小苗长高的时候给它们搭架子。 为了给丝瓜小苗更好的温度环境,我还是把它们用透明塑料布保护起来了。 第六种,冬瓜。 想种冬瓜的朋友可以六月一栽了,很多朋友都喜欢冬瓜,但是冬瓜的缺点是需要占用比较大的空间。 如果菜地小,可以种一些个头小的冬瓜品种。 而且打一个结实的架子,和很多瓜果类一样,想要冬瓜多结瓜。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打掉第一个瓜,而且在结果之后,及时采收。 冬瓜有个明显的特点,就是摘掉前面比较大的瓜,才会有更多瓜长出来。 第七种,西葫芦。 如果已经育苗了,六月可以把小苗移栽到户外了。 六月的温度比五月明显升高,西葫芦会长得很快。 没有育苗的话,可以直接户外播种。 西葫芦是结果比较早的瓜果类蔬菜。 想要尽早收获的朋友,可以种上几颗。 第八种,扁豆、姜豆等。 这一类豆子,六月上旬在户外直接用种子播种也可以。 如果五月份在室内育苗了,六月初就可以把小苗移栽到户外。 扁豆和姜豆都需要大架子。 扁豆根系发达,基本上对各种土壤都能适应。 而且抗病能力强,非常容易种。 如果苗多的话,扁豆可以双苗一起种。 这是我五月份在室内培育的小苗,只有这么几颗,就单独种植吧。 等它们长到30厘米的时候,我会给它们打一个2米高的架子。 小苗50厘米长的时候,我就把主蔓的顶端掐掉,让扁豆长出来很多紫蔓。 我现在就盼着扁豆丰收了。 腊潮扁豆是很多北方朋友的最爱。 说到这里,都是瓜果类蔬菜,就是说夏季的蔬菜,基本上瓜果类唱主角了。 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,绿叶菜还是有的。 接下来我就说四种适合六月种植,整个夏天都吃不完的绿叶菜。 该说第九种了,线菜。 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线菜,却总是种不出来,原因就是种错季节了。 如果四月直接户外种植,很难发芽,五月户外直播的话,发芽也是很慢。 六月就可以直接户外播种线菜了,种下之后发芽会非常顺利。 线菜很漂亮,色彩艳丽,我喜欢把这么好看的植物种在阳台栏杆上。 在这个小花盆里,撒一些线菜种子,不久发芽了,长得很健壮。 线菜洗温暖,比较耐热,生长室温在23到27摄氏度。 整个夏天,一直到七八月份,都可以种线菜。 种上线菜之后,需要多浇水,因为线菜喜欢湿润的土壤。 很多植物都是种在菜地里会长得更好,我菜地里的这些线菜,吃了很多次。 第十种,空心菜。 空心菜最佳生长温度为25-30摄氏度。 种植空心菜非常容易,播种和扦插都可以。 把商店里买来的空心菜去掉叶子,留下净杆就可以扦插了。 你看,还没开始扦插,这里已经有白色的根须了。 把处理好的空心菜净杆放进杯子里,倒上水就可以了。 到了六月,就可以把扦插生根的空心菜净杆移栽到户外菜地里了。 六月种空心菜,直接在户外撒种则播种也可以。 空心菜喜欢光照充足,温度高,湿度特别大的环境。 空心菜对土壤要求不严,喜欢粘重和肥力充足的土壤,长期积水都没关系。 温度适合了,只要给足水肥,空心菜就可以长得很好。 你只需要悠闲地把空心菜种下,等待一个月就可以采收了。 空心菜也可以一叉叉不停地采收很长时间的。 第十一种牛皮菜。 牛皮菜就是专门吃叶子的甜菜。 这种菜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,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是15-25摄氏度。 六月移栽可以长得很好。 牛皮菜是两年生草本植物,第一年是营养生长期,就是长叶子。 第二年开花结籽。 水肥充足的情况下,种牛皮菜可以获得很多新鲜的叶子。 我非常喜欢种牛皮菜,尤其是红梗牛皮菜。 不仅好吃,还特别好看。 移栽一个月左右,就开始采收叶子了。 一般每次可以从一颗牛皮菜上面采摘3-5片叶子。 六七月份的温度非常适宜,牛皮菜就会长得很快,可以每周采收一次。 很多种过牛皮菜的朋友都喜欢上了这种菜。 第十二种木耳菜。 六月可以把木耳菜苗移栽到户外,让小苗慢慢长大。 木耳菜耐高温,生长适宜温度为25-30摄氏度。 春末夏初,温度不断上升的这一段时间,木耳菜就开始越长越快了。 木耳菜非常好种,养护很简单,基本上不用打理。 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懒人菜。 把木耳菜种在肥沃的土壤里,记得浇水和采收就好了。 家里种上几棵,就一直吃不完。 不用担心病虫害,种了这么多年,我从来没见过木耳菜招虫。 想种木耳菜的话,可以用种子种,也可以扦插。 扦插的木耳菜比用种子种长得更快。 从商店买一些木耳菜,吃掉叶子,把剩下的梗一颗颗插进花盆里。 两颗之间流出来4厘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。 木耳菜需要大量的水,整个生长发育期都要求土壤湿润。 木耳菜比较耐阴,是极少数能在光照不多的情况下,照样长得很好的绿叶菜。 每天有两三个小时的光照,对于木耳菜来说就足够了。 更有趣的是,木耳菜可以种在很小的容器里,比如奶瓶子。 里面的这几颗木耳菜长得很好,6月种上几颗木耳菜,隔几天就会收获一大盘鲜嫩的叶子。 整个夏天和秋天,就有吃不完的绿叶菜了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吧,咱们下次再见。 咱们下次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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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下次再见。